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主厨发现四川通常是矮桌矮凳 在露天的街边就吃起串串 随性的草根气息很像台湾早期的阳春面摊 于是他还原了这样的气氛场景 果真在台湾也人气标准 还没入夜呢 新竹巷弄里的小角落已经点起迷幻泥喉 非常有feel 接锅一下 接锅一下 端着热火滚滚麻辣锅 走街串串 矮桌矮凳露天街边就热闹开动 这是大陆非常流行的麻辣串串 就是很有味道 我觉得很chill 就是很放松 就是有一点很像小时候 大家一起窝着吃东西 很像台湾古早味的那种 切仔面那种 比较矮板凳的那种感觉 就很台味 会让人觉得比较轻松 会有比较有贴近感 不用碗筷直接一口一串很是随性 入口的滋味也跟这气氛一样高超低气 我觉得很香 就是那个味道很香 而且它有一点麻辣的那个香味 然后在舌头里面就会觉得有一点厚劲 还不错 会越吃越多餐 真的 因为很好吃 更香 我觉得可以把一些食材的鲜美跟蛋子出来 麻辣红油之外 再上干碟滚两圈 满满滋然花椒层次翻碟 来自四川的串串经典 让台湾主厨惊叹不已 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蛮惊讶的 因为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然后但是实际吃了后 就觉得其实蛮刷处的这样子 因为它是入口的话 会是有点解辣 然后后面又会提香 那跟一般外面吃到的那种蘸料会有点不同 就有点像台湾吃沙塔酱一样 就少了它就少了一个味道 在四川的串串店里 干碟的重要性完全不输麻辣汤头 各种辛香调料 打开了魏婉仪的料理性世界 我以前一直认为说 花椒只有某一种颜色而已 自然常听 但是就很少见到它本尊的样子 所以这个会比较少见 大陆干碟以干辣椒碎花生为主体 不太能吃辣的魏婉仪 则为自己的小辣味蕾加了自肥配方 没有说到很冷这样 所以辣的方面有做减少 对所以才会再加一些糖 然后一些孜然的部分香气会更重 像很多人会那种吃孜然牛或是羊肉 那个味道会本身把牛肉跟羊肉的那些味道 更体现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 传统干碟多半还能看出辣椒皮辣椒籽 颗粒感相对明显 但魏婉仪花了很多时间打磨 通通粉碎到底 因为像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也不太喜欢吃到有那种颗粒感的食材 所以通常都是粉类他们会比较接受 像我自己也是粉类比较能接受 因为我颗粒的感觉会觉得嘴巴有一种 一粒一粒的感觉不是很舒服 所以磨成粉比较均匀一点 沾起来吃起来也比较好 四川串串着重香气 辛香干碟之外 锅底麻辣也以重口味的牛油当基底 大火翻炒之中香气极其能力 牛油炒起来会有一个牛的那个 牛油的那个香气 很独特的香气 回家都是那个味道 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 可是吃起来就觉得值得了 很好吃 牛油辣椒用料配方来去四川 但下手分量可不敢全盘比赵 生怕火辣辣的滋味会把台客吓跑 那时候在那边吃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那个辣度有点像台湾的 超级无敌辣的 胃会烧烧的 然后是真的没办法吃任何下去 因为你只要再吃两三口 你就是没有办法吃的那一种 因为辣度上真的差蛮多的 这种辣味在台湾没有办法接受 油度跟辣度刻意收敛含蓄 但串串的草根气息绝对不打折 因为串串迷人的就是这庶民气氛 像吃那种切仔面啊 或是那种羊春面的那种地方 就是很轻松 但是又是便宜的食材 其实大陆那边的那个串串的话 就是蛮便宜的 一个才五毛 而且东西都是小小一个一个 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蛮新奇 因为很少会有这么多串子在上面 怎么这么小 到底要吃什么 但是实际觉得五毛这样吃起来 其实蛮划算 而且吃的也很好吃 这样一串一串就可以吃得到 可以吃这么多东西 而且不一样的食材 在台湾从定价到个头的高度还原 像是欣欣肠 原本的身材已经很迷你 为万一再补两刀 试着让滋味更加分 小的话会煮起来会比较入味 那如果说比较大 那如果我要煮嫩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没有熟 然后或者是味道没有入进去 那如果说我想要煮到味道有进去的话 可能东西就老掉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小是有小的好处一样 尽管明白小个头的道理 但被撩时得多下好多刀 说难绝对不难 就是心情上难免有点烦 一定会啊 想说一个鸡胸肉要让我切那么久 切那么多刀 对 因为正常的话可能鸡牛 可能一下子切完就可以穿直接煮了 但是这种的话就是要切比较小 但是会比较花时间 会比较讨厌一点啊 于是穿穿时得号召着大家一起出动 但忙了大半天穿了这么一大把 其实也就两三块极胸肉的份量 我们天天都要穿东西这样蛮累的 为什么没有切那么切大一点 就比较好穿的 切得比较小的 所以要穿的时候要花时间很久的 我们一起穿就让来穿东西 感觉是手会软的还是脚会软的 为了客人的跟东西比较好处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穿东西的 借着各种细细索索小细节 堆叠出四川的草坑器 让树民串串来到台湾 人气也直线窜身 大陆近年来非常流行 乍串小吃 新品牌百花齐放 其实乍串就类似台湾的咸酥鸡 两岸的食材和调味料各有特色 像是这家店 老板原来是开麻辣火锅餐厅 因为每天熬制锅底 剩下大量的辣椒渣 他就干脆把辣椒渣拿来做成调味料 融合大陆炸串吃法 做出了麻辣够味的咸酥鸡 小摊位延伸出连锁品牌 还接到团购订单 行销到香港 台湾街边美食 琳琅满目 宵夜时光 小吃摊位 总是尽情耍炸 流光闪闪 鸡肉块裹着面皮 起锅后酥酥脆脆 咸酥鸡堪称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小吃 门槛不高的市场 随时都有新滋味 够麻够辣 对 而且它的味道蛮特别的 不太一样 它还有麻的那个味道 可能是他们有调那些重要材的关系吧 真的非常够耶 小龙虾 它这间店有 只是偶尔有时候想吃一点海鲜也是可以 它炸的东西真的选择性蛮多的 跳脱传统局限 这家小店食材包山包海 向来以热炒方式上桌的小龙虾 炸出另一番滋味 时间是最大的一个关键性 因为小龙虾它本身的水分很多 那你又说要抓到刚好的时间 不让他们说把水分都炸干 里面吃得干干的 那就是时间的掌握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粉的作用就是有香麻的味道 还有一些香料 然后再加上我们特制调的这种胡椒盐 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口味那么重 为了和台湾传统咸酥鸡做出区隔 老板蔡米川从调味料下功夫 自制辣粉看得到辣椒碎末很有味道 现在要用的是地狱魔鬼辣 然后将这些辣椒呢 就是做进行打碎的动作 把辣椒的那个辣椒素充分的去打出来 然后就是说让它的辣味 以及辣的香度更提升出来 地狱魔鬼椒取其辣度搭配灯笼椒的香气 辣椒打碎之后得分批下油锅 我们会先下最辣的辣椒 因为油温最高的时候 我们会让最辣的辣椒先辣度先出来 然后再取决第二种辣椒的香气 满锅子火红 厨房瞬间焦气四散 当初为了研发辣椒粉 蔡米川团队随时都得准备护目镜才敢开工 高温遇到辣椒的辣 对我们其实呼吸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对因为那个油温太高下去 那个辣度瞬间挥发出来 人是没有办法待在房间里面 练出红油之后花椒压轴登场 这时油温得小心控制 因为烧油不慎很容易前功尽弃 那基本辣椒它都有一个温度在 如果你火过大辣椒会糊掉 过小它的香气根本就出不来 它最好的花椒就是一年出产两季 大陆俗称的冒温花椒 它的气候 它的湿度是刚好是最佳 生长花椒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由于这些地理环境原因 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它只有一年只有两季 对挑选辣椒香料经验丰富 蔡米川跨入餐饮界 一开始经营麻辣锅起家 每天在厨房炒制底六时 它意外发现新商机 辣椒渣的部分原本是在火锅店来讲 就是说当然这些是不能去拿给客人吃 因为那是我们提炼的辣油 那这些渣渣呢 刚好就是非常可惜 但是它又非常好吃 那干脆就是说 我们就用研磨的方式 做成辣椒粉 贤素鸡生意就在这堆 原本要丢弃的辣椒渣里 找到卖点 它乐于当起渣男 把火锅店的辣椒渣 甩掉油里油气 研发成香气浓郁的调味料 就像这个渣渣连这个油 其实很像四川有一个叫乐山 叫波波鸡 它波波鸡的话就是说 连这个渣渣跟这个油 一起去泡在串串里面 泡在之后呢 然后客人点的时候 就直接拿出去 那个也是很入味的 它连渣渣跟油一起都用得到 蔡米川在天津出生 一去来台 为了在台湾投入餐饮业 到大陆考察 吃遍大江南北 锁定巷弄里的特色小吃 寻找创业灵感 每个地方都有盐酥鸡 其实大陆的 其实也不叫盐酥鸡 它们叫杂串 北方跟南方 毕竟还是有差异性的 那北方的杂串呢 自然啊 会比较重一些 然后咸度呢 也会比较偏咸 四川成都 它们还是比较 接近于麻辣的文化 大陆近年来 兴起杂串风潮 2021年 注册品牌超过8000家 不同于台湾流行 大块炸鸡去骨吃法 反而是带骨食材 特别受欢迎 但是他们特别爱吃 这道赤尖 所谓赤尖就是 鸡翅膀 最前面的那一段 赤尖的话 就是说一般台湾人的话 他觉得说 不喜欢这种蹭 那吃到这个呢 又吃到软骨 它又可以吃到 鸡皮的清脆 那所以就干脆 我们就用这种去做取代 用鸡脚踝去取代 赤尖的部分 引进杂串吃法 小生意延世出连锁品牌 蔡敏川设立中央厨房 统一分店口味 疫情期间 还接到香港团购订单 期待能继续拓展版图 台湾的小吃非常可以 可塑性非常高 其实一样产品 可以变换出 非常多的味道出来 更新大陆的资讯 那怎么样去迎合 当疫情解封的时候 大家可以两岸互通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第一步 抢先时机去占领这个位置 一锅麻辣底料 应用到各式料理 融合两岸特色 尽管只是街边小吃 也能持续火红 这几年大陆旅游形态改变 不再只是 蜻蜓点水式的旅游团 还可以在风景宜人的地方 扎一顶帐篷 好好的轻松一下 问题是搭帐篷并不容易 大包小包的 搬起来也很麻烦 在厦门就有业者 在漂亮的海边 先把帐篷搭好 还备妥了 各式各样的烤肉食材 让喜欢清静自然的消费者 什么也不用准备 空手抱到 就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金黄阳光洒下 风和日丽的午后 大陆流行的户外活动 正式展露头枣 刻意精心准备了一天 然后为了善精 我看比较放松 然后也比较浪漫 然后比较惬意 各种精心布置 排出美照才能抢占朋友圈 拉起贴幕摆几张椅子 这都还只是基本款 这几年旅游的方式和形态 不断在改变 尤其本地游变成了主流 像是厦门这个海堤旁 就成为了露营打卡店 随时都能来上一杯手冲咖啡 这种搬家式露营 帐篷里就像是移动客厅 装备会随着露营次数不断升级 帐篷六千吧 一两万应该有 我这个都是最基础的 这个逼格没那么高 是实用性 但是东西比较多 主要是体验一个环境的大自然 然后接近海边 根据各旅游平台数据 五一小长大 露营搜索度上涨超过百分之百 如此蓬勃发展 除了满足旅游需求 还有中产阶级 对精致生活的散望 从欧美德行到中国大陆的精致露营 是用更舒适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而且走的是轻车路线 更多的是载游体验 哈喽你好 这是你的小食拼盘跟水果 请慢用 搭帐篷的体力活有专人服务 在沙滩上吹海风烤肉 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种人来做好的懒人露营 不需玩渣也能解锁 我就不用去超市 然后准备食材 不会很麻烦 然后来这边就可以直接吃 就很方便 风景好 然后拍照好看 然后味道不错就省了 所有客人里面 百分之七十是 二十五岁以下的男生女生 也想体验一下 但又不想那么辛苦 又不想那么麻烦去花时间 那大家就会来营地消费 像我们在沙滩就设置这样的帐篷 那一般是可以抗五六级分 现在吹成这样 那进去里面之后 它就没有分了 就比如你看 我这样头发就不会动了 对 就很舒适 无杂质的沙滩上 白色帐篷错落有致 搭配造景容易出片 自然有机会火爆社交平台 加上营造能暂时逃离都市丛林的氛围 种种推波助澜 让露营活动遍地开花 这边就空着手过来 然后坐在这都有人搭好了 这个纯野生啊 我们都是就是扛帐篷啊 然后呢扛过去 那也是一种快乐 然后在海边的露营也是一种快乐 像这种别人为你准备好 也是很棒的 压力总归是要去释放一下的 可以放松一下 就是暂时都忘记这些东西 露营发烧有很鄙视我们的 我们是有鄙视链的 他觉得这是小白或者很low 但其实真正去传播最大让人去了解露营的话 其实是营地 因为他有很多人第一次过来就是来营地露营 那之后会发展成有一些真正热爱这个事情的人 大陆露营营地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 2021年已经逼近人民币300亿 网美营地不同于自食其利的野外生活 更多的是社交属性 停下来 又拉 举办一场这个活动 那就会有很多陌生人 大家聚到一起 我们会组织他们 在营地通过认识之后 他们会自己以后有两三个 比较聊得来的以后 可能会自己出去露营这样 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 可以考虑 对 可以考虑 也是在家附近的那种感觉 不用跑到很远就会有那种露营的感觉 就挺好的 真正的自己带东西出去呢 那很累 你很累啊 卡士卢架上山形面包网 还有折叠椅 木植桌 一印俱全 坐落萨门老社区的咖啡店 百分百还原野外露营 假装在露营烤吐司套餐 是老板的小巧思 喜欢露营啊 然后就想说 其实厦门这种店很少 我们自己在玩的时候 也找不到这种组织啊 找不到一起玩的人 所以就想说开一家店 卖点东西顺便交朋友 店内各种商品是咖啡店 能应用到的元素 来喝咖啡和专程买装备的客人 各占一半 潜移默化下 已经替融入日常 埋下古笔 钛合金了 所以它导热很快 不一定是要在户外用 你在家里 在办公室 你都一样可以使用 就是可以跟你的生活 结合的东西 和野餐相比 露营门槛高 需要添购的装备相对复杂 多数消费者开销 人民币三千到一万 就连一万以上 也多达两成 不合适空间 让新手能从基础慢慢进阶 甚至还有租赁服务 你不一定要先买 买了你可能一次觉得不适合 你就浪费了放在那边 我可以先让你尝试租给你 然后你用你觉得喜欢 你再回来找我买 背着装备感受露营乐趣 或是追求仪式感 照片拍好拍满 露营老少皆宜 渐渐走向大众市场 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台湾创业人才到处找机会 早年不少大陆的一线城市发展 但是随着一线城市 竞争激烈逐渐饱和 现在不少人刻意选择 发展中的城市 像是福建外海的这个小岛 原本是以传统渔业为主 近几年积极转型 如今从晶圆科技产业 到旅游观光 都能看得到台湾人的生意 随着夏天逐渐到来 福建外海小岛旅游人气 跟着攀升 只要是廉价 几乎都是这种盛况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攀建文的民宿风格 但小岛上风大日照强烈 把花种好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花的话 反正是不下二三十种花 因为也不知道 平坦这边适合哪边 适合什么花 攀建文的三栋民宿 都位在网红景点 长江澳周边的潭水村 其中一栋由潭水村的 石头措改造而来 由于历史十分悠久 装修的过程困难重重 本身做一些窗门洞 可能整面墙就整个垮下来了 所以不够牢固 我们整个基本上都是 重新盖的概念 于是超大落地玻璃窗 还有自然海景 都是民宿的标准配备 客房的风格 也统一运用大海的元素 这些装饰品都是由潘建文 到海边解释的 贝壳漂流木DIY制作而来 有特色嘛 就是自己DIY 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潘建文今年25岁 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 办公办读 曾经当过日本料理的厨师 魔术师 也在花店工作过 为了开拓事业 探寻更多的可能性 2019年大学毕业之后 到大陆尝试创业 我觉得这边发展的比较快一点 然后很多机会 作为创业的新手 潘建文并没有选择经济发达 商业环境成熟的上海杭州等城市 而是把福建外海小岛 作为创业地点 像厦门那些比较做好 做很多民宿 在那边可能不会有 这边有机会 同样看上这座小岛的 还有台湾的科技公司 在这里新建投资机体电路的测试 以及切割挑力的厂房 整体投资上千万人民币 切割挑力 甚至下来封装 我就慢慢慢慢 逐步的这个整个产业链 逐步的在平台都能够落下来 台湾科技公司 从测试挑力一路建制 上下游服务在小岛上逐渐整合 对于其他科技厂来说 更加便利 就是楼上楼下这么近的距离 我们对于我们的时效上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不用特地发往台湾 省了一个物流上很大的一个成本 这是我们的基地 陈梦邦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2015年就到小岛上创业 见证了当地晶元产业 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创业六年以来 营收已经翻了八倍 两年前更在福建挂牌上市 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入扩厂 明年我们应该可以更上一层楼 可以做到大概一页二到一页三的营业额 预计还要再投大概两千万 把这个切割切割线还有切割挑例线 还有我们的测试厂 再把它扩大 那扩大完之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说 再来我们就要考虑过 随着产业链逐渐成熟 台商许瑞峰也带着自己的技术来到这里 他在大陆工作三十多年 原被以深尊为发展基地 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 2019年转移到平坛 如今与多家台资科技公司 联合创立两岸机体电路产业促进中心 那如果说封装厂进来 那我们整个基层电路的产业 就能达成一条片 就是整个上下游整 台湾企业积极投入 台湾的银行也看到机会 频频登上小岛 努力开发客户 这个是一个新型产业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未来 未来在科技应用上面 应该是应用比较广 那我觉得基层电路行业是 就是说是两岸产业融合 最好最好的产业 你想象一下 假设这边有几十家 就是说比如说 那个基层电路的上市企业 有几万个 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台湾人 从科技业到旅游业 都能够看到台湾人的身影 福建外海的小岛 正在转股大跃进 北京故宫角楼 从明朝永乐年间 新建至今 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 在回暖的北京 显得庄严优雅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叔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by bwd6 优雅全天后 24小时收看新闻直播 敬请关注东森新闻的官网 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东森新闻的APP 让您掌握新闻讯息 快速又便利